字幕提供 不是很多那個女生的那種直播有沒有 大家晚安 我們等一下其他人喔 好不好 我看一下我今天收到的一個私訊 因為他訊息內容很長 然後我現在 有空我看一下他的問題 那順便在線上回答 小師哥你好齁 小弟的家人這幾天 遇到了一件汽車買賣交易糾紛 遇到了一些問題 想尋求小師哥的幫助 家人向車商要以現金16萬 購入一輛二手車 當時訂金為1000 外加預付6萬元 原季在隔日將簽車 並將其餘金而補齊 不料 因消費者 因案而入獄服刑 我方與車商說要取消訂單 車商說要將其 預付的6萬一併 想請問一下 不是都有7天賤賞期嗎 還是我方有承擔責任呢 依照此案件 是否能上消保會申訴呢 好那這個個案我剛剛看了齁 其實我時不時齁 都會遇到這種消費糾紛來問我 他這個個案應該是 是他們去買一台車付了6萬的訂金 可是買的人陰暗入獄了 所以沒辦法買 那家人希望去退訂金 對方不退 大概是這樣 那其實這個東西我覺得 站在車商的立場 合約成立了 我也過戶你的名字了 那準備要交車給你了 那基本上 是你沒辦法交車 你沒辦法履行這個義務 並不是我 不把東西給你 那站在法理上面 其實消費者吃虧 你跟人家說好要買啊 那現在你沒辦法買啊 那我覺得這一種狀況通常是 會被沒收部分的訂金 那至於說這個乘數是多少 那可能要找一些 消保官啊 當然沒有上法院不用 我就用和解的方式去談一個金額 全部拿走 因為佔了車款的 將近三分之一 我覺得是有一點太多啦 那當然如果可以溝通的話 應該是可以部分的 給他沒收部分的 我們可以拿回來 這個是比較合理的 一個處置的方式 一世 artist跑18萬 賣35算貴嗎 這一個提問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我收到的資訊只有 一世artist跑18萬 35 那其他東西我不知道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你講 算貴還是便宜 但是你單就一世 跑18萬的artist 如果他照顧得很好 35萬不貴啊 那站在我的立場 一世artist跑18萬我是不會買 我一台14的黑的 跑10萬 我也不過要賣個398而已 對不對 差這4萬幾塊 Kilo數差一半 哪有可能去買這個 對吧 CRV三代 2.4 4WD有什麼通病嗎 CRV三代我覺得還蠻永健的 那比較常見的其實 不管4WD還不是4WD 4WD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但是久了齁 以前的CRV2代跟1代 久了那個後差速器會有問題 但是三代還沒有遇到後差速器漏油的問題 我覺得我遇到 除了內裝的一些皮革 比較容易破掉以外 大部分就是一些寒氧感知器啊 還有一些底盤耗材 底盤耗材不是CRV才會有的啊 我覺得寒氧感知器我遇過蠻多的啦 三代CRV基本上也沒什麼大問題的車子 有沒有覺得車買來外觀一定要改裝的 我是蠻喜歡改裝的啦 因為改裝其實就是一種成就感 而且啊有種獨一無二的感覺 就像你裝潢你自己的家一樣 你把它改成你最爽的的樣子 把錢轉換成你喜歡的樣子 對不對 錢不要放在口袋 錢放在口袋沒有用不好 你總不可能一直看著錢 然後自己在那邊傻笑嘛 2000年GS300四元燈有什麼常見的問題嗎 欸其實GS300四元燈 因為年紀大了喔問題還蠻多的 一些升降機啊中控鎖啊阿里亞渣 問題會出來 然後也會有吃雞油的問題 吃雞油蠻常見的喔 可是我真的覺得喔 車子吃雞油老了 吃雞油蠻正常的 活塞氣缸壁磨久了一定是會鬆嘛 對吧 你常磨是一定會鬆啊對不對 會越來越冷啊 那就吃雞油了啦 什麼車都買一樣 我以前有開會去S300啦 那就是吃雞油蠻愛吃雞油這樣 底盤修理起來很貴啦 因為它那個底盤的拉桿很多啦 那一支喔 幾百塊錢幾塊 換換掉就幾萬了 二手車如何知道有沒有招回 只有回原廠嗎 對 你如果買新一點的二手車 還就一點的二手車 你如果還有想要回原廠的話 你買的時候 你要回原廠去做一個 車主資料跟改 那以後 有招修 他就會通知你 一定要回原廠問啦 因為招回一定是原廠招的阿 改輪框會影響二手車價嗎 看車 真的看車 你如果塞一台PREVIA 快換冷鏡我覺得 沒意思 阿你開的如果是一台喜美八代 換個冷鏡帥 你開個 Toyota Vios 去換個冷鏡帥 我 差嗎 阿還有再一個就是 如果整台車你只換一個冷鏡帥 也不會看靠你 那是整組的嘛 冷鏡 大包 尾管 都是一起的 一套的 2187人 五年九萬公里 是否妥善率不高 一年正常保修費用約多少 其實我有點難算保修費用 很多人很喜歡問我一年的保修費用 可是 其實我講真的齁 有時候我不知道該怎麼去回答 你如果去跟別人買 有可能會更多 也有可能跟我買是一樣的 所以我不知道要怎麼給你一個標準 但是你如果是正常的保養 你BMW 218來講 你如果是外廠的保養 你每五千公里保養一次 假設你一年開一萬五千公里 你只會保養三次 就是花大概一萬五千塊 但是我不知道你的耗材是怎樣 因為基本上我們這邊耗材 我們是希望 能夠讓你買回去 可以用一年為原則 希望是這樣 但是我也不敢保證百分之一百 但是風險的問題 局部包膜造成的色差 久了會影響二手車價嗎 那你就把它撕掉啊 怕什麼 都已經變色了你還不撕掉 撕掉就不影響了 貼膜 我想貼膜你最大的好處跟意義就是 你就是怕影響二手車價 所以你賣的時候你把它撕掉就OK了嘛 局部包膜把局部撕掉就好啦 沒有板經過的車 為什麼車尾內緣又指甲暗會有指痕 如果你說的是那個軟膠的話 我覺得不太可能 除非是Toyota的車 有可能是軟膠 因為Toyota曾經有招回 它曾經有某一個年度的車子 它的那個風膠 防水膠打得不好 然後有招回全部重打過 那重打的膠全部都是軟膠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一直在教大家說 你在看板件的時候 指甲去按那個膠 因為只要重打過 就算你是在原廠重打 都是軟的 所以有一大批的Vios啊 Yaris啊 Artis啊 Camry啊 門版的膠都是軟的 說說自己的奮鬥史 我說很多啦 也沒什麼奮鬥史 有機會可以再聊一下 反正我大概的機緣就是 出社會然後賺錢 存了一點頭期款 買了一台二手車 就丟錢 丟錢 然後就做二手車了 大概就是這樣 呵呵 這個行業我那個年代 剛進來的時候 一個月沒露戲的 就是領六千 還要扣錢寶貝 還要扣勞錢寶貝 六千 我不知道領了幾個月 你剛進去的幾個月 只能打雜 不能接客人 六千 那怎麼活啊 而且我當時我印象很深 我離開我原本的工作 去二手車行的時候 我原本的工作薪水是四萬多塊 變成六千 兩千 有沒有人開車來孤 一看就知道家裡住海邊 有啊 上次有一個來孤車有沒有 然後後車廂打開裡面 還有那個魚網啊 抓龍蝦的那個籃子啊 我就覺得他應該是住在海邊 呵呵 你應該是說生鏽吧 還是有啊 會啊 我在這邊講一下齁 現在是不是很多什麼 嘻哩咕嚕 車嘻哩咕嚕 有的沒的 給你們查二手車架對不對 那你在線上 你按了 你輸入你一些資料 然後他跳出一些數字來 也只是給你參考而已 那今天也有很多人會私訊我 然後我會問你們一些資料 車子的資訊 然後我會回答你 一個大約的殘值 那我在這邊重申齁 這個殘值也是給你們參考而已 很多人齁 一報就 哎呦怎麼那麼低 我心裡會想說 我還不想買咧 你嫌我低 我假設他跟我講 一台一二年的什麼車 然後跑了十八萬公里 我大概回答他一個價錢 他說 哎呦怎麼那麼低 怎樣怎樣 我的車很棒耶 問題是你的車才幾年齁 已經跑二十萬公里 這車基本上我也不收 我通常這種我都很賭籃 我就說 我只是給你參考而已 這個里程數我也不會收 好不好 你就參考就好了 不代表我一定要買 因為很多人只是想說 我新奇想換車的念頭 那我要先知道說 我的車值多少錢 你問我 我還是回答你 只是說給你一個數字 參考 你就可以按算一下 我要換新車 我的舊車大概 可以賣多少錢 我講太高 你馬上開來給我 啊我講太低 就我要去賣別人 小四哥顧好滴 線上 我沒有看到任何東西 我只有得到資訊而已 所以 我在線上回答你 你的車的殘值 並不代表簽契約 對不對 我要賣車 還是你問我 小四哥你那來賣多少 那我說三十萬 啊就簽訂契約了嗎 沒有嘛 大家都是參考而已啦 隨緣啦 一四CAMERY抖善率好嗎 CAMERY抖善率很好 可是 一四年真的老了 我跟大家分享齁 我以前齁 玩老車 就跟人一樣 像我 我還以為我自己很年輕 沒有 真的老了 這個心態上 心境上齁 真的是老了 對不對 人家看我們已經像阿伯了 所以 我常常奉勸年輕人要多運動 等到我這個年紀再運動 不太來得及 跟車一樣 老了就是老了 你想要把它回春 也只能是回春而已 不可能是 跟年輕的時候一樣 然後你要付出雙倍的時間 跟金錢 所以我常常在講 整理老車要非常的有愛 V6引擎小漏油 下引擎修 換油風 引擎會有後遺症嗎 換油風不會有後遺症 汽車禁電如何消暑 有人是弄那個啊 接地線啊 然後我跟大家解釋一下齁 這個影片也會剪在YouTube 所以我順便講一下就是 如果有要問車的買賣 收到我的粉絲專頁私訊 或是留言 有空會回 阿如果真的超過兩天沒回 有可能是漏訊息的 因為我訊息量真的太大 我再重申一次 我每天要回這個 LINE跟粉絲頁啊 我坐在那邊回問題 我至少要回三個小時 有時候你會說 欸呦阿小吃 我的問題小吃怎麼已讀不回 我會點開看 問題有沒有這個急迫性 沒有急迫性我就選擇 等我有空下班回家 我慢慢花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慢慢回 我看沒有急迫性 我就先不回了嘛 有急迫性我可能 我就會馬上回 不是說阿故意的 刻意的已讀不回 好不好 阿你看我整天齁 真的事情很多啦 所以比較不好意思 而且我這人很犯賤 我又堅持 我要親自回 那這個就是比較麻煩一點的地方 我如果請小編的話 可能 你們看訊息就會快一點 所以齁 今天有人就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欸小吃哥 你有一台 比如說10年的什麼車賣多少 那我為什麼要粉絲頁用 請大家私訊的方式齁 不是說我不願意 公開揭露車子的價格 而是因為Facebook的機制 如果底下的留言的人越多 推播的越快 好我教你們 讓你們上一課好不好 你們如果自己有經營粉絲頁要記得 互動越頻繁 那你的粉絲頁被傳播的會越快 所以這個私訊並不是我要去隱瞞價格 通常我的Facebook齁 PO完 隔一天兩天 我的部落格 就會把價格都打在上面 還有8891就會上架了 所以我好像很喜歡在那邊撕來撕去 不是 那一個是好玩 第二個是可以順便跟大家互動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那他就回啊 然後他就問我說 10年什麼車我說我賣20萬 他說欸 人家8891 你的10年 人家14年的 才賣15萬8 好他就在這個 私訊裡面就這樣回 那我想了很久齁 我想這應該不是 長期在關注我們的人 所以我懶得打那麼多 自回他了 我只能跟他講說 你參考看看 那這裡面有 蘊藏了很多的問題 那我沒有這個時間 一一的回答你 自己做做功課 那因為今天剛好直播 我用講的比較快 好不好 為什麼小吃你才10年的賣20 人家13年的14年的才賣15萬 第一個我常常在講齁 很多的網站上面會有 看過低的價格 甚至有一些空氣車假的 只是為了吸引你過去看 這不用多說 大家記得你們自己去Google 二手車刊登的很便宜 是為什麼 會發生什麼事情 被騙去以後看不到車 用什麼話術跟你講 車賣掉了 還是說那個車怎樣 那台車怎樣 這是第一個 假的 第二個 我常在講一件事情 線上有400個朋友 我問你們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你是車商 你有一台2014年的車 別人都賣30萬 你的車沒有比較差 你的車一般般就好了 不要說你的車有多屌 你的車就一般般 車礦一般般 這個車別人都賣30萬 你會賣15萬嗎 你會賣20萬嗎 這是人性的問題喔 你們自己去想 如果你是車商 你買到了一台2014年的某某車 別人都賣30萬 你會去賣20萬嗎 如果會 你想一下 為什麼你會賣20 人家賣30的東西 為什麼你要賣20 東西比較爛 你缺錢 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你們自己去思考 這個邏輯就好了 如果你是商人 大家都買30萬的東西 我好歹我也要賣26、28 我想賣快一點 我就賣26 那我想要賺多一點 我就賣28 怎麼可能 你要去賣20萬 我覺得不存在這種狀況 尤其在台灣 尤其在商人 沒有存在這種狀況 還有一個就是說 其實 你假設一台2010年的車 這第三個原因 也10年了嘛 那10年啊 7、8萬里程數的時候 剛好介於一個大保養 很多耗材 都到一個臨界點的時候 那某一些車 有哪一些問題 比如說我今天這台車 有一些引擎腳的問題 那我知道我常賣 我就要提前更新 皮帶 耗材 大保養 水棒補 發電機要涼 壓縮機 出風溫度要涼 有沒有肉油 全部的東西 換掉 煞車筆 這些東西 一輪換下來 3、5萬就噴了 那有沒有可能 人家賣15萬 我賣20萬 有可能 我敢說絕對有可能 越舊的車 越有可能 尤其是那種5萬 5萬塊錢的車 我回來要再花5萬塊錢 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要記得 你一台車回來齁 你在那邊跟人家 阿嬤阿爸 3千5千沒效啦 兩對煞車筆換掉 3、5千就沒了 你去煞那些錢回來 換那個煞車筆 沒意義 然後你去 貪那一點點的 也許1、2萬很多啦 可是 其實對大部分的人 我相信1、2萬不多啦 那你為了那1、2萬的錢 結果 你回去 花了更多錢 或是 你出了什麼事情 對方不理你 得不償失嘛 所以常常客人 在跟我講價錢 說 欸小獅你便宜我1萬啦 便宜我1萬 我只講一句話 我說 今天 我便宜你這一萬 你回去這台車 問題很多 很爛 你心裡會想說 沒關係 小獅有便宜我1萬 所以東西差一點 是應該的 不會 但是我今天 我不便宜你這一萬 你買了 車子沒有問題 是好的 你會不會 過了1年2年3年 你結婚 你生小孩了 車子還開得很爽的時候 你會不會去想說 我當初 買這個價格 真的太貴了 你會去想這件事嗎 過2年3年5年 你還會去想說 喔 我當初把小獅買這個價格太貴 買好 不值得 你絕對不會去想這個事情 所以 我們的差距 絕對不是在那個 1萬2萬而已 今天剛遇到 朋友買二手的 馬上壞皮帶 屈肘感應 就是這樣啊 你如果買我的車回去 隨壞屈肘感應 你回來找我 我幫你 我還要收你好 不幫你收錢 很簡單 我們人只要面子而已 我把大名鼎鼎的小獅 不是買等兩天 東西壞 他沒這麼小啊 這個面子我掛不住 有差嗎 自達國產進口 除了保養費外 妥善率耐開程度有差嗎 欸 其實主要基建其實 不太有差啦 我覺得組裝有一點差異性 現在 自售 我發現現在很多的自售 可能是在 Facebook裡面 今天我那個 我不是一台Sport Bag嗎 後面 隔一天 大家再來問問題 我都說 賣掉賣掉 然後就有一個人貼說 這邊有一個什麼 車友的自售區 大家可以去參考 貼在我的板下面 啊 我們的人大班 你買去買 你去買 因為小獅在賣車 不是以 我是全省最便宜 你來跟我買 不是 我們的廣告訴求不是這個 你今天你來跟我買 你就是 想要我們的服務 想要我們的品質 啊 你如果不想要服務 不想要品質 你想要跟自售買比較便宜 你就去跟他買 沒有關係 就像今天問我問題的網友 喔 別人比較便宜 喔 又新又便宜 你去跟他買就好 沒關係 這個 不便宗 不延分 賣搶酒 好不好 09-3 有什麼通病嗎 BMW的車 我常常上拍賣在看 那我不一定會標 但是我會觀察 我發現喔 拍賣場上面 BMW的車啊 大概13年 大概14年 14年左右 跑個5萬公里的里程數 然後那個通常那個查定表都會被勾 有漏油 引擎剩漏油 所以我發現其實BMW的 漏油的時間點 有點早 我不是在說BMW的車不好 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 每一台車 都有每一台車的優點 只是它的優點是不是你想要的 有人就是 我覺得車就是不要漏油啊 有人塞TOYOTA塞幾四人 真的啊有這種人啊 也有人開Nissan 一輩子只換過兩台Nissan 三台Nissan 也有啊 都有固定始終的支持者 但我覺得你喜歡就好 它的優點是你喜歡的 那就OK了 但是每一台車一定都有缺點 那BMW的優點 絕對不會在於說妥善率不會漏油 這件事 它的優點在別的地方 所以漏油沒什麼了不起的 只是說 你要買這個車的時候 你就要去有這個心理準備 那如果你買的是敞篷的 那你就是要注意敞篷的這個 推放的這個機制過程的油壓缸 它是用溢壓的電動馬達去打 然後去推油壓缸 車不管是賓士 不管是206CC 307CC 都一樣 你就是要看油壓缸 有漏油有沒有 有漏油會垂下來 好不好 有些車引擎無號碼是什麼意思 大部分在進口車的時候 因為國外是引擎是消耗品 是可以被更換的 所以呢 他們的引擎號碼不會寫 那進來台灣也只寫車身號碼 但是如果在台灣的國產車 是引擎跟車身號碼都要登載 但是呢 可不可以換引擎可以 可不可以換車台可以 你必須要回原廠 請原廠出證明公文到監理站 監理站核准了 你才可以去換引擎或換車台 但是通常很貴 我之前講過一個案例嘛 一個Fiesta 1.0的 換一個引擎6萬 合法的換引擎 所以你如果你看到 行照上面 引擎號碼的後面有個P 就是 那一台車曾經在原廠換過引擎 那是合法的 Granivina 1.8台車我覺得蠻不錯的喔 因為它比WISH便宜很多 真的 你同年份齁 30萬你可能 也許你買到6年的Granivina 可是你買到WISH 你可能只能買到 喔靠要 買到08年的吧 08、09的吧 如果你不是有很重的 Toyota情節的話 車子是這樣 我覺得年輕無敵啦 你說它妥善率再怎麼爛齁 它就是比較年輕 你就不用擔心 啊你說妥善率再怎麼好 你身體更健康齁 你老了就是老了 人跟車是一樣的 買車我覺得你一定要把 年份跟里程數 列為一個考慮 最主要的一個考慮 家裡有一台二手04年的Lancer1.8 看小吃影片後去檢查車門 發現沒有防水膠是正常的嗎 04年沒有防水膠 Lancer04年沒有防水膠 恭喜你 你遇到了少數的幾個車款 沒有防水膠的 我印象中 除了那時候的Lancer以外 還有Mondel也沒有 Mondel的Eco Boost有什麼通病呢 比較不好意思齁 因為Mondel這個車款 我在四年前我就決定 再不賣也不收這個車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回答你 好啦我順便跟大家分 因為很多人被我潑過冷水 他說小吃哥我有一台2015年的Mondel 什麼什麼 請問收多少錢 小吃哥我有一台幾年的Mondel 請問收多少錢 我直接回答都說對不起 這個車我們不收 然後通常是不會再問我為什麼 通常我有幾款車問我 我會說不收 Elantra 什麼Tusan 韓國車啊 還是說這個 納智捷的車啊 通常我收到這個訊息 我都會直接說 不好意思這款車我沒有收 然後小吃哥你有沒有納智捷的什麼什麼 對不起我沒有在買賣納智捷的車 小吃哥我想買Mondel什麼什麼 我說對不起我沒有買Mondel 有些人會問啊 可是你要說什麼原因的話 可能就是我自己的 從以前到現在賣二手車的經驗 就是對這個車不討喜 沒我的緣啊 對啦 沒我的緣啊 這樣說得快 啊這個是主觀的 每個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主觀的想法 欸可是我發聲一下 你上CVT 我很想開看看阿體嘛 我在Kicks啊還有S-Trail開起來 我覺得改的還不錯 那所以我因為Kicks跟S-Trail之後 我很想開看看阿體嘛 雖然我在車展我看到阿體嘛內裝 我覺得有點失望 我覺得有點廉價感的感覺 但是我還是很想試看看 Tianna 2.5 2017有什麼通病呢 2017不太有什麼毛病 那麼新 除非你買它爛車 不然那麼新 不太會有病 可是Tianna的 我不知道2017這個變速箱 跟2012的一部一樣 我有修過2012年Tianna的變速箱 那修過變速箱我覺得沒有什麼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那台車只有開了 5萬多公里還6萬公里 就修變速箱 我不能接受 好 那這個我也常常在直播講 車子不是不能壞 而是多快壞 是不是壞了又壞 修了再壞 所以 當一台車的變速箱 5萬6萬的時候就要修 我沒辦法接受 你開了15萬公里以上 壞變速箱 我覺得是合理的 一台車 他出事到現在就跑到這樣 啊 差一次啊 應該不為過吧 我的車體驗哪有漏油 漏油是一定會啊 年紀到都會漏油啊 漏油是正常合理的 看妳多快漏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一直去提 BMW的車是因為 我的 觀察裡面 為什麼他里程數不高 年份還不高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滲油 油氣低油 那我不能接受 太快了吧 對吧 我們會特別拿出來講就是 覺得比較 不合理啦 對啊 太快了 無事故一個有出事過 水箱什麼涼眉歪 可是 一樣賣給車行 落差會很大嗎 安勝這個問題牽涉到幾個點 一個是 你這台車目前的殘值剩多少錢 對不對 如果這台車殘值已經剩5萬了 有撞到沒有撞到 不撞到 不影響 如果這台車呢 他現在價值還有100萬的價值 那兩台車至少要有 15萬以上的價差 所以一切 都是看 他的殘值 而定 事故不是說一定不能買 或是一定要差多少錢 他沒有一個定數的 他會依照你的年份 車款比例 為什麼 為什麼車款也有差 年輕人的車 有一點點 碰撞 可以接受 FIT啊 八代啊 Lancer啊 反正就是一些少年拉車啊 馬山啊 小花特長 就是稍微你剛剛講的 涼沒有事 主結構沒事 稍微撞到換個板件 我覺得那個是 都是可以接受 而且價差不用太大 有價差 但是不會太大 但是你這台車如果是一個 我最喜歡講的嘛 三寶2.0最愛的那種 T牌的L牌車系的那種 買這種車都是比較保守一點 比較小心一點 所以呢 一旦你跟他說 我這台車 因為我之前怎麼樣 前面稍微 有什麼 你是撞到人啊 都夠 他馬上就 避之唯恐不及 那你就不好處理 年輕人沒關係啊 他馬沙拉地 前面撞到 年輕人 喔馬沙拉地 沒關係沒關係 不一樣 所以要看車款 要看車子的殘值 好不好 哇高里程的LS460 不建議買齁 LS460 在我的影片拍的時候 很多人看了我影片去買 可是 很多LS460的里程數 都蠻高的 因為大部分這種車 以前都是老闆的用車 他開這台車可能賺了很多錢 談了很多業務 甚至他可能有司機 不要去買里程多的 這種高單價高排氣量的車 你要享受它的高折價這種車 最忌諱的就是去買到高里程 我們要享受的是高折價 當初新車三百萬四百萬 我現在花二十萬三十萬買 我們要享受 可是你一旦去買到高里程的這種車 我跟你講你回來你會爽不到 這個我今天在錄節目的時候才在討論 有人說為什麼 我們不要講Kiss 為什麼很多車明明很新 就有人在脫手 那有幾個原因 有一些 原因可能是某一些廠牌 還有一些領牌車 業績車 掛牌車 試乘車等等 會慢慢釋放出來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其實齁 我今天錄影還在討論說 其實很多人會想說 那那麼新賣掉就了多少錢 可是其實很多人齁 了十幾萬對他來講 他沒有感覺 他只知道說 我Kiss開了一年了 然後現在出了一個我更喜歡的車 然後我賣掉換了以後 我負擔得起 我就買他 那了十幾萬二十萬 對他們而言 心情快樂比較重要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把錢放在第一位 來 第一代日製的RIV4齁 零件蠻貴的 因為他少 冷門 而且零件越來越少 所以說他的零件 我覺得 會比Escape2.3貴 但是故障率的話 會比Escape低一些 但是呢 我覺得Escape會比較好照顧 INFINITY我覺得還不錯啦 因為你比起 我跟你講啊 台灣進口車就這些牌子嘛 歐洲牌 日本牌 日本牌進口有什麼 日本牌進口就只有 雷克薩斯 INFINITY 對不對 雷克薩斯價錢很硬嘛 因為台灣人很愛啊 那你為什麼要去買它 還是有人會買啦 對啦 我坦白說齁 我 我本身 我不太會買雷克薩斯 因為 它土産率真的很好 然後它適合某一些特定的族群 就是不想花太多的時間 跟精力在一台車上面 它就會去買雷克薩斯 還有它可能 它之前開TOYOTA開很久 所以它相信雷克薩斯 但是我沒有啊 我沒有開TOYOTA開很久啊 我也沒有不想花時間 在精力在車上啊 X3如何 BMW的車開起來都蠻爽 都蠻棒的 我還是建議很多的觀眾朋友 不要因為BMWX 被我們講說會漏油 還是幹嘛齁 你就會去怕 你的一生中男人 你如果對車有興趣 你BMW你至少要開過一台 我不管是幾缸寶馬 有機會你們都要去試試看 不一定要擁有 朋友有去開看看也好 我還是一直在推崇說 這個車是一台開起來 很符合男人駕馭心態的車子 每台車都有好處 阿小思今天最後的結語是 你們真的有機會 BMW不管什麼型號 不管幾字頭 你一定要開一下 都給它開看看 讚 好啦大家晚安啦 大家晚安啦 掰掰 大家晚安